大家好,这里是华欣,我是老橘,拜瓦吉拉龙宫所赐,这里拜又是一个四天的假期,我带周一和天天来我们那大农村的那个,叫什么,水族馆来看看。 快走,你们俩小孩,设施很简陋啊,大农村有这个就不错了啊,要求别太高,看看门票多少钱。 美好呢,8块钱还是9块钱啊,一张票,但是这儿有坐那个小车的,坐小车是不是10块钱啊,这里还挺凉快。 这里头插了两个红树,这个造景还是不错的。 狮子鱼,哎,跑哪去了? 这大瓶儿鱼,捞一条给清蒸了,递到。 哦呦呦,这里面是小西芋多。 哎,你们怎么不安我这里有呢? 爸爸 乌贼 这俩应该是大龙顿 那天哪 这大的 看着大脑袋 是宅子 真的个儿 我们懒得游了它 那里头还有一个大龙 开了 过呢 这大龙顿来了 过来了 过来了 看见了 来了来了 北鼻沙 北鼻沙 这伸服外 看好看了 这还是比花鸟鱼虫市场好玩啊 哟 这是标本啊 我天哪 标本 虾鱼干 这就是水族箱了 这就是小水族箱了 这真是回到那个 关于玩那个花鸟鱼虫市场 这个海鲜要出来了 咱还没见过这么大的 咱还能看出了不几个有点 咱们ouse cover 对我们的沙鸟 $2 咱们挣开了不几乎 调道 咱们很说什么 咱们放过来 咱们 statements 咱们相机 咱们走个我们吃 咱们好 咱们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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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海龟 这个是那个远古生物 是吧 是那个 蓝雪的 第一次见活的 我们的海边 有时候也冲上来死的 这活的还没见过 十块钱的海洋馆 三块钱的这叫什么薯条 三块钱的水 这给你们解决了是吧 好吃吗 好玩吗 好玩 农村的孩子特别可爱 这个水族馆 出来就是大海 这个水族馆就在海边 我们也看看班屋里的海 这班屋里的海也不错 这是我们华新南边 100公里的地儿 我们就归班屋里府馆 又叫巴蜀府 这个地儿就是巴蜀府的 那个小会 我们去找个餐厅吃个中午饭去 水族馆之旅就结束了 拜拜吧 得劲儿 接下来 接下来 按帐 产留 产留